《尼西米记》第一章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 亚达学西王二十年祭祀流月 我在书山宫中 那时 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 同住几个人从游大来 我问他们那些被鲁归回 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他们对我说 那些被鲁归回剩下的人 在游大省遭大难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我听见这些话 就坐下哭泣 悲哀即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尽事祈祷 并说 我求你 耶和华天上的神 大而可畏的神啊 你向爱你 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 如今愿你睁眼看 侧耳听 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 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 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 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败坏 没有遵守你 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 律例 典章 求你纪念所 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 说 你们若犯罪 我就把你们分散在列国中 但你们若归向我 谨守遵行我的诫命 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 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 带到我所选择立位我名的居所 这都是你的仆人 你的百姓 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 主啊 现在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 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 愿你使你仆人献金亨通 在王眼前蒙恩 我是坐王久正的 尼西米纪第二章 亚达学习王二十年尼三月 在王面前摆酒 我拿起酒来奉给王 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 王对我说 你既没有病 未慎磨面带愁容呢 这不是别的 必是你心中愁烦 于是我甚惧怕 我对王说 愿王万岁 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 城门被火焚烧 我岂能面无愁容吗 王问我说 你要求慎磨 于是我磨到天上的神 我对王说 你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 王若喜欢 求王差遣我往犹大 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 我好重新建造 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 王问我说 你去要多少日子 及时回来 我就定了日期 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 我又对王说 王若喜欢 求王赐我诏书 通知大河外的省 常准我经过直到犹大 又此诏书 通知管理王元林的亚萨 使他给我木料 坐属电影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 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 王就允准我 因我 神师恩的手帮助我 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 我到了河外的省长那里 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 和伦人参巴拉 并未仆的亚门人多比亚 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 就甚恼怒 我到了耶路撒冷 在那里住了三日 我夜间起来 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 但神使我心里 要为耶路撒冷做甚模式 我并没有告诉人 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 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 当夜我出了谷门 就在那龙井前 到了粪场门 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 见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我又往前 到了全门和王池 但所期的牲口 没有地方过去 于是我夜间沿袭而上 查看城墙 又转身进入谷门 就回来了 我往哪里去 我坐慎模式 官长都不知道 我还没有告诉 由太平民 祭司 贵族 官长 和其余做工的人 以后 我对他们说 我们所遭的难 耶路撒冷怎样荒凉 城门被火焚烧 你们都看见了 来吧 我们重建 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再受凌辱 我告诉他们我 神石安的手 怎样帮助我 兵王对我所说的话 他们就说 我们起来建造吧 于是他们 奋勇做这扇工 但和轮人参巴拉 并未仆的亚门人 多比亚和阿拉伯人 激善听见就 吃笑我们 藐视我们 说 你们做什么呢 要被盼王吗 我回答他们说 天上的神必 使我们亨通 我们做他仆人的 要起来建造 你们却在耶路撒冷 无分 无权 无纪念 尼西米纪 第三章 那时 大祭司以利亚时 和他的弟兄 中祭司起来 建立阳门 分别卫胜 安立门扇 又铸成墙 到哈米亚楼 直到哈南夜楼 分别卫胜 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 其次是因利的儿子 撒克建造 哈希拿的子孙 建立于门 驾横梁 安门扇 和拴锁 其次是哥斯的孙子 乌利亚的儿子 米利墨修造 其次是米氏 萨别的孙子 比利加的儿子 米书兰修造 其次是巴拿的儿子 撒都修造 其次是提戈亚人修造 但是他们的贵族 不用景象担他们 主的工作 巴西亚的儿子 耶和耶大禹 比所带的儿子 米书兰修造谷门 驾横梁 安门扇和拴锁 其次是 鸡变人米拉提 米伦人雅顿 与鸡变人 并属和这边总督 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 其次是银匠 哈海亚的儿子 乌靴修造 其次是 座乡的哈拿尼亚修造 这些人修监耶路撒冷 直到宽墙 其次是 管理耶路撒冷一半 霍尔的儿子 利法亚修造 其次是 哈路摩的儿子 耶大亚 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 哈沙尼的儿子 哈图修造 哈林的儿子 马基亚 和巴哈摩亚的儿子 哈树修造一段 并修造 卢楼 其次是 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 哈罗黑的儿子 沙龙 和他的女儿们修造 哈嫩和撒罗亚的居民 修造 古门 利门 安门扇和 拴锁 又建筑成墙 一千轴 直到粪场门 管理伯哈基林 利甲的儿子 马基亚 修造 粪场门 利门 安门扇和 拴锁 管理米斯巴 各河西的儿子 沙龙 修造全门 利门 盖门顶 安门扇和拴锁 又修造靠近 王源西罗亚池的墙园 直到那从大卫城 下来的台阶 其次是 管理伯素一半 压捕的儿子 尼西米修造 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 又到挖城的池子 并永世的房屋 其次是 立卫人巴尼的 儿子立红修造 其次是 管理基亦拉一半 哈沙比亚为他 所管的本境修造 其次是 立卫人弟兄中 管理基亦拉那一半 西拿达的儿子 巴瓦一修造 其次是 管理米斯巴 耶稣亚的儿子 以泄修造一段 对筑武贝库的上坡 城墙转弯之处 其次是 撒拜的儿子 巴禄 竭力修造一段 从城墙转弯 直到大祭司 以利亚时的府门 其次是 哥斯的孙子 乌利亚的儿子 米利墨修造一段 从以利亚时的府门 直到以利亚时府的尽头 其次是 住平原的祭司修造 其次是 便亚民与哈树 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 亚南尼的孙子 马西亚的儿子 亚撒利亚 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 西拿达的儿子 宾内修造一段 从亚撒利亚的房屋 直到城墙转弯 又到城角 乌塞的儿子巴拉 修造对着城墙的转弯 和王上宫 突出来的城楼 靠近囚院的那一段 其次是 巴鲁的儿子 皮大雅修造 尼提宁又住在俄斐勒 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 和突出来的城楼 其次是 提戈亚人 又修一段 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 直到俄斐勒的墙 从马门往上 众基斯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 阴脉的儿子撒都 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守东门 世加尼的儿子是 玛雅修造 其次是 利米亚的儿子哈纳尼亚 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 又修一段 其次是 比利加的儿子米书兰 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 金匠的儿子马基亚 修造到 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 对着哈密夫甲门 直到城的角楼 银匠与商人 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 《尼西米记》第四章 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 就发怒 大大恼 吃笑犹太人 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 这些软弱的 犹太人做慎魔呢 要保护自己吗 要献祭吗 要一日成功吗 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 再立墙吗 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 说 他们所修造的石墙 就是狐立上去 也必死的 我们的神啊 求你垂听 因为我们被藐视 求你使他们的毁谤 跪于他们的头上 使他们在鲁道之地 作为掠物 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 不要使他们的罪恶 从你面前涂抹 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 惹动你的怒气 这样 我们修造城墙 城墙就都联络 高至一半 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蹭巴拉 多比亚 阿拉伯人 亚门人 亚什图人 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 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 就慎发怒 大家同谋 要来攻击耶路撒冷 使城内扰乱 然而 我们祷告我们的神 又因他们的缘故 就派人看守 昼夜防备 犹大说 灰土上多 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 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 我们的敌人且说 趁他们不知不见 我们进入他们中间 杀他们 使工作止住 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 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 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 所以我使百姓各岸宗族拿刀 拿枪 拿弓 站在上处 并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 我查看了 就起来对贵族 官长和其余的人说 不要怕他们 当即念 主是大而可畏的 你们要为弟兄 儿女 妻子 家产征战 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 险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 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 各做各的工 从那日起 我的仆人一半做工 一半拿枪 盾牌 拿弓 拿铠甲 官场都站在由大众人的后面 修造城墙的 扛台材料的 都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修造的人都腰间 配刀修造 吹号的人在我旁边 我对贵族 官长 和其余的人说 这工程浩大 我们在城墙上 相离甚远 你们听见 号声在哪里 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 我们的 神必为我们征战 于是 我们做工 一半拿枪 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 当时 我也这样对百姓说 个人和他的仆人 当在耶路撒冷住宿 好在夜间保守我们 白昼做工 这样 我和弟兄仆人 并跟从我的护兵 所有人除沐浴外 都不脱衣服 尼西米纪 第五章 百姓和他们的七大大呼号 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太人 有的说 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 故此 我们要为他们的两股吃 可以肚命 有的说 我们点了地土 葡萄园 房屋 为要买两股充饥 有的说 我们已经指着田地 葡萄园 借了钱给王纳税 我们的身体 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 我们的儿女 与他们的儿女一般 看啊 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 做人的仆毙 我们的女儿 已有未必的 我们并无力拯救 因为我们的田地 葡萄园 已经归了别人 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 便审发怒 我心里筹划 就斥责贵族和官长说 你们个人向兄弟取利 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 我对他们说 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 就是卖于异教之民的犹太人 你们还要卖弟兄 使我们赎回来吗 他们就静默不语 无话可答 我又说 你们所行的不善 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 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异教民 毁谤我们 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 也照样将钱和两股借给百姓 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 如今我劝你们 将他们的田地 葡萄园 橄榄园 房屋 并向他们所取的钱 两股 新酒 和有百分之一的利息 都归还他们 众人说 我们必归还 不再向他们索要 必照你的话行 我就照了祭司来 叫众人启示 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 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 说 凡不成就这应许的 愿 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 和他劳碌得来的 直到抖空了 会众都说 阿们 又赞美 耶和华 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 而且 自从我奉派 坐游大地的省长 就是从亚达学习往二十年 直到三十二年 共十二年之久 我与我弟兄 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 在我以前的省长 加重百姓的担子 每日索要粮食喝酒 并银子四十社可乐 就是他们的仆人 也挟制百姓 但我因敬畏 神不这样行 并且 我恒心修造成墙 我们也没有质买土地 我的仆人 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 除了从四维一 教民中来的犹太人以外 有犹太平民和官长 一百五十人在我席上 每日预备一只公牛 六只肥羊 又预备些飞禽 每十日一次 多预备各样的酒 虽然如此 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 因为百姓福意甚重 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 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 施恩于我 尼西米纪第六章 参巴拉 多比亚 阿拉伯人基善 和我们其余的仇敌 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 其中没有破裂之处 那时我还没有安门善 参巴拉和基善 就打发人来见我 说 请你来 我们在阿诺平原的 一个村庄相会 他们却想害我 于是我差遣人去献他们 说 我正办理大功 不能下去 何必停工离开 下去献你们呢 他们这样 四次打发人来见我 我都如此回答他们 参巴拉第五次 打发仆人来见我 手里拿着卫风的信 信上写着说 一交民中有风声 加师木也说 你和犹太人谋反 为此你修造城墙 你好做他们的王 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 指着你宣讲 说在犹大有亡 现在这些话必传与王之 所以请你来 与我们彼此商议 我就差遣人去献他 说 你所说的这等事 一概没有 不过是你心里捏造的 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 意思说 他们的手臂软弱 以致工作不能成就 神啊 求你兼顾我的手 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 蒂莱雅的儿子是玛雅家里 那时他闭门不出 他说 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 将殿门关锁 因为他们要来杀你 就是夜里来杀你 我说 像我这样的人 岂要逃跑呢 像我这样的人 岂能进入殿里 保全生命呢 我不进去 我看明 神没有拆遣他 是他自己说 这预言攻击我 是多比亚和参巴拉 惠买了他 惠买他的缘故 是要叫我惧怕 依从他犯罪 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 我的 神啊 多比亚 参巴拉 女先知 挪亚底 和其余的先知 要叫我惧怕 求你纪念他们 所行的这些事 以陆月二十五日 城墙修完了 共修了五十二天 我们一切仇敌 四围的一切 异交之民 听见了便惧怕 愁眉不展 因为见着工作完成 是出乎我们的神 而且在那些日子 犹大的贵族 屡次寄信于多比亚 多比亚也来信于他们 在犹大有许多人 与多比亚结盟 因他是亚拉的儿子 释迦尼的女婿 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 娶了比利加儿子 米苏兰的女儿为妻 他们常在我面前 说多比亚的善行 也将我的话传于他 多比亚又常寄信来 要叫我惧怕 尼西米记第七章 城墙修完 我安了门扇 守门的歌唱的 合力为人都已派定 我就派我的兄弟哈拿尼 和治理王宫的哈拿尼亚 管理耶路撒冷 因为哈拿尼亚是中信的 又敬畏 神过于众人 我对他们说 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 只等到太阳发起热来 人上看守的时候 就要关门上栓 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 各按班次 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 城市广大 其中的民却稀少 房屋还没有建造 我的 神感动我心 招聚贵族 官长和百姓 要照家谱计算 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 旗上写着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从前卤去犹大省的人 现在他们的子孙 从被掳到之地 回耶路撒冷和犹大 各归本城 他们是同住所罗巴伯 耶稣亚 尼西米 亚撒利亚 拉米 拿哈马尼 莫迪盖 比山 米斯皮列 比格瓦伊 尼虹 巴拿回来的 以色列人民的树木记在下面 巴鲁的子孙 2172名 士法提亚的子孙 372名 亚拉的子孙 652名 巴哈 摩亚的后裔 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 2818名 以兰的子孙 1254名 萨土的子孙 845名 萨改的子孙 760名 宾内的子孙 648名 比拜的子孙 628名 亚甲的子孙 2322名 亚多尼干的子孙 667名 比格瓦伊的子孙 2067名 亚丁的子孙 655名 亚特的后裔 就是西西家的子孙 98名 哈顺的子孙 328名 比赛的子孙 324名 哈拉的子孙 112名 鸡变人 95名 伯利恒人 和尼陀法人 共188名 亚拿图人 128名 伯亚斯马夫人 42名 鸡列 耶林人 鸡飞拉人 比路人 共743名 拉玛人 和加巴人 共621名 莫玛人 122名 伯特利人 和爱人 共123名 别的尼泊人 52名 别的以兰子孙 1254名 哈林的子孙 320名 耶利哥人 345名 罗德人 哈地人 阿诺人 共721名 西拿人 3930名 祭司 耶稣 耶稣亚家 耶大雅的子孙 973名 阴脉的子孙 1052名 巴什呼尔的子孙 1247名 哈林的子孙 1017名 利伟人 和达威的后裔 就是耶稣亚和贾灭的子孙 74名 歌唱的 亚萨的子孙 148名 守门的 沙龙的子孙 亚特的子孙 达姆的子孙 亚古的子孙 哈底大的子孙 朔拜的子孙 共138名 尼提宁 西哈的子孙 哈苏巴的子孙 达巴俄的子孙 基律的子孙 西亚的子孙 巴顿的子孙 利巴拿的子孙 哈加巴的子孙 萨迈的子孙 哈南的子孙 吉德的子孙 加哈的子孙 利亚雅的子孙 利逊的子孙 尼哥大的子孙 加萨的子孙 乌萨的子孙 巴西亚的子孙 比赛的子孙 米乌宁的子孙 尼普新的子孙 巴布的子孙 哈古巴的子孙 哈胡的子孙 巴西律的子孙 米西大的子孙 哈沙的子孙 巴科的子孙 西西拉的子孙 达玛的子孙 尼西亚的子孙 哈提法的子孙 索罗门仆人的后裔 就是索泰的子孙 索匪列的子孙 比路大的子孙 亚拉的子孙 达昆的子孙 吉德的子孙 士法提亚的子孙 哈提的子孙 波黑列哈斯巴音的子孙 亚门的子孙 尼提宁和索罗门仆人的后裔 共392名 从特米拉 特哈萨 基律 亚顿 因迈上来的 不能指明 他们的宗族普系 是以色列人不是 他们是地来亚的子孙 多比亚的子孙 尼哥大的子孙 共642名 祭祀中 哈巴亚的子孙 哥斯的子孙 巴西来的子孙 因为他们的先祖 娶了激烈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 所以起名叫巴西来 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 寻查自己的谱系 却寻不住 因此算位不节 不准供祭司的职任 省长对他们说 不可吃至圣的物 直到有用乌龄和土名 决一的祭司兴起来 全会众共有42360名 此外 还有他们的蒲币 7337名 又有歌唱的男女 245名 他们有马736匹 骡子245匹 骆驼435只 驴6720匹 有些族常为工程捐助 省长捐入库中的金子 1000打烂 盆50个 祭司的礼服530件 又有族常捐入工程库的金子 2万打烂 银子2200磅 其于百姓所捐的金子 2万打烂 银子2000磅 祭司的礼服67件 于是祭司 立位人 守门的 歌唱的 民中的一些人 尼提宁 并以色列众人 各住在自己的城里 到了7月 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城里 尼西米纪 第八章 众民都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街道 他们请文士 以色拉将 耶和华界摩西 传给以色列的律法书带来 7月初一日 祭司以色拉将律法书 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 在水门前的街道 从清早到正午 在众男女 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 读这律法书 众民侧耳而听 文士以色拉 站在位置是特备的木台上 马塔提亚 世马 亚奈亚 乌利亚 希勒加 和马西亚 站在他的右边 皮大亚 米沙利 马基亚 哈顺 哈巴大拿 撒加利亚 和米书兰 站在他的左边 以色拉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 这是因他站在众民以上 他一展开 众民就都站起来 以色拉称颂 耶和华至大的 神 众民都举手应声说 阿门 阿门就低头 面浮余地 敬拜 耶和华 耶稣亚 巴尼 士利比 雅米 亚古 沙比泰 和地亚 马西亚 基利他 亚撒利亚 约撒巴 哈南 皮莱亚 和利未人 使百姓明白律法 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他们清清楚楚地念 神的律法书 讲明意思 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省长尼西米 和坐祭司的文士以色拉 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 对众民说 今日是耶和华 你们 神的圣日 不要悲哀哭泣 这是因为 众民听建律法书上的话 都哭了 又对他们说 你们去吃肥美的 喝甘甜的 有不能预备的 就分给他 因为今日是我们 主的圣日 你们不要忧愁 因靠耶和华 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于是利未人 使众民静默 说 今日是圣日 不要作声 也不要忧愁 众民都去吃喝 也分给人 大大快乐 因为他们明白 所教训他们的话 此日 众民的组长 祭司 合力为人 都聚集到 文士以色拉那里 要明白 律法上的话 他们建律法上写着 耶和华界摩西 吩咐以色列人 要在七月节住棚 并要在各城 和耶路撒冷 便告说 你们当上山 江橄榄树 山树 藩石流树 棕树 和各样貌秘树的 枝子取来 照着所写的搭棚 于是百姓出去 取了树枝来 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 或院内 或神殿的院内 或水门的街道上 或以法联门的街道上 搭棚 从鲁道之地 归回的全会众 就搭棚 住在棚里 从嫩的儿子 约书亚的时候 直到这日 以色列人 没有这样行过 于是众人 大大喜乐 从第一天 直到末一天 以色拉每日念 神的律法书 众人首节七日 第八天 照例有言诉会 尼西米记 第九章 这月二十四日 以色列人聚集进食 身穿麻衣 投蒙灰尘 以色列后裔 就与一切外人离绝 站着承认 自己的罪恶 和列祖的罪孽 那日的四分之一 站在自己的地方念 耶和华的他们 神的律法书 又四分之一认罪 敬拜耶和华 他们的神 耶稣亚 巴尼 假灭 是巴尼 布尼 是利比 巴尼 基纳尼 站在立位人的台上 大声哀求 耶和华 他们的神 立位人 耶稣亚 假灭 巴尼 哈沙尼 是利比 和地亚 是巴尼 皮塔西亚说 你们要站起来 称颂 耶和华 你们的神 永世无尽 耶和华 你荣耀之名 是应当称颂的 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 你 唯独你是 耶和华 你造了天和诸天的天 并一切天象 地和地上所有的 海和海中所有的 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 天君也都敬拜你 你是 耶和华神 曾拣选亚伯兰 领他出家乐底的乌尔 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 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忠诚 就与他立约 应许把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喜人 耶布斯人 格加撒人之地 赐给他的后裔 且应验了你的话 因为你是公义的 你曾看见 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 就施行神迹其事 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 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 你也得了名声 正如今日一样 因为你知道 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 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 把海分开 使他们在海中走过前地 将追逼他们的人 抛在深处 如石头抛在大水中 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 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 当行的路 你也降临在西奈山 从天上雨 他们说话 赐给他们正确的点章 真实的律法 美好的条例与诫命 又使他们知道 你的安息圣日 并及你仆人摩西 传给他们诫命 条例 律法 从天上赐下粮食 充他们的鸡 从盘石 使水流出解他们的壳 又应许他们 要进去的你 启示赐给他们的地 但我们的列祖 行事狂涝 映住景象 不听从你的诫命 不肯顺从 也不纪念 你在他们中间 所行的骑士 敬应着景象 居心悲逆 自立首领 要回他们 为奴之地 但你是乐意赦免人 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慈爱的 神 并不丢弃他们 他们虽然 住了一只牛犊 彼此说 这是领你出埃及的 神 因而大大惹动 你的怒气 你还是大事怜悯 再况也不丢弃他们 白昼 云柱不离开他们 仍引导他们行路 黑夜 火柱也不离开他们 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 你也赐下你良善的 灵教训他们 未尝不赐骂 拿使他们虎口 并赐水解他们的壳 在旷野四十年 你养育他们 他们就一无所缺 衣服没有穿破 脚也没有肿 并且你将邦国之地 赵芬赐给他们 他们就得了西红之地 西石本王之地 和巴山王厄之地 你也使他们的子孙 多如天上的星 带他们到你所应许 他们列祖进入的 未业之地 这样 他们进去得了那地 你在他们面前 制服那地的居民 就是迦南人 将迦南人和其君王 并那地的居民 都交在他们手里 让他们任意而待 他们得了坚固的诚意 肥美的地土 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 挖成的水井 葡萄园 橄榄园 并许多国木树 他们就吃而得饱 身体肥胖 因你的大恩 心中快乐 然而 他们不顺从 竟背叛你 将你的律法 丢在背后 杀害那劝 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 大大惹动你的怒气 所以 你将他们 交在敌人的手中 磨难他们 他们遭难的时候 哀求你 你就从天上垂听 照你的大怜悯 赐给他们拯救者 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 但他们的平安之后 又在你面前行恶 所以 你丢弃他们 在仇敌的手中 使仇敌侠制他们 然而 他们转回哀求你 你仍从天上垂听 屡次召你的怜悯 拯救他们 又警戒他们 要领他们 再次归服你的律法 他们却行事狂傲 不听从你的诫命 干犯你的典章 人若遵行 就必因此活着 扭转尖头 硬着景象 不肯听从 但你多年宽容他们 又用你的灵界众先知 劝戒他们 他们仍不听从 所以 你将他们 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 然而你大发怜悯 不全然灭绝他们 也不丢弃他们 因为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我们的神啊 你是智大 智能 智可谓 守于使慈爱的神 我们的君王 首领 祭司 先知 列祖 和你的众民 从亚数列王的时候 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 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 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世上 你却是公义的 因你所行的是诚实 我们所做的是邪恶 我们的君王 首领 祭司 列祖 都不遵守你的律法 不听从你的诫命 和你警戒他们的话 他们在本国里 沾你大恩的时候 在你所赐给他们 这广大匪美之地上 不是奉你 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 看啊 我们现今做了仆人 至于你所赐给 我们列祖享受 其上的土产 并美物之地 看啊 我们在这地上 做了仆人 这地许多处 产归了列王 就是你因我们的 罪所派 辖制我们的 他们仁义 辖制我们的身体 和牲畜 我们遭了大难 因这一切的事 我们立确实的约 写在册上 我们的首领 立位仁 和祭司 都签了名 尼西米纪 第十章 签名的是 哈加利亚的儿子 圣长尼西米和西底加 祭司 西来亚 亚撒利亚 耶利尼 巴师护尔 亚玛利亚 玛基亚 哈图 士巴尼 马洛 哈林 米利墨 俄巴底亚 但以礼 禁盾 巴路 米苏兰 亚比亚 米亚民 马西亚 比该 是玛雅 又有立位人 就是亚赛尼的儿子 耶稣亚 西拿达的子孙 宾内 假灭 还有他们的弟兄 是巴尼 和地亚 吉利他 皮莱雅 哈南 米加 利和 哈沙比亚 撒克 士利比 是巴尼 和地亚 巴尼 比尼努 又有名的首领 就是巴鲁 巴哈 摩亚 以兰 萨图 巴尼 布尼 亚甲 比拜 亚多尼亚 比格瓦伊 亚丁 亚特 西西加 亚朔 和地亚 哈顺 比赛 哈拉 亚拿图 尼拜 摩比亚 米苏兰 西西 米士萨别 撒都 亚都亚 皮拉提 哈南 亚奈亚 河西亚 哈拿尼亚 哈朔 哈罗黑 皮利哈 朔白 利红 哈沙拿 马西亚 亚西亚 哈南 亚南 马洛 哈 巴拿 其余的民 祭司 利伟人 守门的 歌唱的 尼提名 和一切离绝邻邦 居民归服 神律法的 并他们的妻子 儿女 凡有知识 能明白的 都随从他们贵咒的弟兄 发咒启示 必遵行 神的律法 这律法是 神借他仆人摩西 所传的 又谨守遵行 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 典章 律例 并不将我们的女儿 嫁给这地的居民 也不为我们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这地的居民 若在安息日 或圣摩圣日 带了货物 或粮食来卖给我们 我们必不买 每逢第七年 必不耕种 凡欠我们债的 必不追讨 我们又为自己定力 每年个人捐银 一舍克勒三分之一 为我们神殿的使用 就是魏臣舍饼 长县的宿祭 和樊祭 安息日 月朔 节期所献的与圣物 并以色列的赎罪祭 以及我们神殿里 一切的费用 我们的祭司 历位人 和百姓都指签 看每年 是哪一族案定期 将献祭的柴奉到我们 神的殿里 照着律法上所写的 烧在耶和华 我们神的坛上 幼定每年将我们地上 出熟的土产 和各样树上 出熟的果子 都奉到 耶和华的殿里 幼赵律法上所写的 将我们投胎的儿子 和手生的牛群羊群 都奉到我们 神的殿 交给我们 神殿里 供职的祭司 并将出熟之麦子 所莫的面和供物 各样树上 出熟的果子 新酒与油 奉给祭司 收在我们 神殿的库房里 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 奉给立位人 因立位人 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 当取十分之一 立位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 亚伦的子孙中 当有一个祭司 与立位人同在 立位人也当从 十分之一中 取十分之一 奉到我们 神殿的屋子里 收在库房中 以色列人和立位人 要将五谷 新酒 和油味共舞 奉到收存 圣所器皿的屋子里 就是供职的祭司 守门的 歌唱的 所住的屋子 这样 我们就不离弃我们 神的殿 尼西米纪 第十一章 百姓的首领 住在耶路撒冷 其余的百姓也致谦 每十人忠实 一人来住在 圣城耶路撒冷 那九人住在 别的城邑 凡甘心县上 自己住在耶路撒冷的 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以色列 祭司 立位人 尼提宁 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 都住在犹大城裔 各在自己的地业中 本省的首领 住在耶路撒冷的 记载下面 其中有些犹大人 和遍雅敏人 犹大人中 有法勒斯的子孙 乌西亚的儿子亚他亚 乌西亚是 撒加利亚的儿子 撒加利亚是 亚玛利亚的儿子 亚玛利亚是 士法提亚的儿子 士法提亚是 马勒列的儿子 又有巴勒的儿子 马西亚 巴勒是古 和西的儿子 古和西是 哈赛亚的儿子 哈赛亚是 亚大亚的儿子 亚大亚是 约亚利的儿子 约亚利是 撒加利亚的儿子 撒加利亚 士是 罗尼的儿子 住在耶路撒冷 法勒斯的子孙 共468名 都是勇士 便亚米人中 有 米苏兰的儿子 撒路 米苏兰是 约亚的儿子 约亚是 皮大亚的儿子 皮大亚是 哥赛亚的儿子 哥赛亚是 马西亚的儿子 马西亚是 以铁的儿子 以铁是 耶筛亚的儿子 其次有 加败 撒来的子孙 共928名 西基利的 儿子 约尔 是他们的 长官 哈西努亚亚的儿子 犹大士 耶路撒冷的副官 祭司中有 雅金 又有 约亚历的儿子 耶大亚 还有管理 神殿的 希莱亚 希莱亚是 希勒家的儿子 希勒家是 米苏兰的儿子 米苏兰是 撒都的儿子 撒都是 米拉约的儿子 米拉约是 亚西图的儿子 还有他们的弟兄 在殿里 供职的 共822名 又有 耶罗汉的 儿子亚大亚 耶罗汉是 皮拉丽的儿子 皮拉丽是 岸喜的儿子 岸喜是 撒加利亚的儿子 撒加利亚是 巴施护尔的儿子 巴施护尔是 马基亚的儿子 还有他的弟兄 坐族长的 242名 又有 亚萨利亚的 儿子亚马帅 亚萨利亚是 亚哈赛的儿子 亚哈赛是 米什利默的儿子 米什利默 是阴脉的儿子 还有他们弟兄 大能的勇士 撒底是亚萨的儿子 又有 马塔尼弟兄中的 巴布加位父 还有 沙姆亚的儿子 亚大 沙姆亚是 加拉的儿子 加拉是 耶度顿的儿子 在圣城的 在圣城的 利未人共 284名 守门的是 亚古和达门 并守门的弟兄 共172名 其余的 以色列人 祭司 利未人都住在 犹大的一切诚意 各在自己的地业中 尼提宁 却住在 俄斐勒 西哈和 基斯帕管理他们 在耶路撒冷 利未人的 长官 管理 神殿事物的 是歌唱者 亚萨的子孙 巴尼的儿子 巴尼是 哈沙比亚的儿子 哈沙比亚 是马他尼的儿子 马他尼是 米家的儿子 王位歌唱的 出命令 每日攻击他们 必有一定质量 犹大儿子 谢拉的子孙 米是 萨别的儿子 皮他西亚 辅助王伴里 有大民的事 至于村庄 和蜀村庄的田地 犹犹大人 住在 基列亚巴 和蜀基列亚巴 的乡村 笛本和 蜀笛本的乡村 叶甲靴 和蜀叶甲靴 的村庄 耶书亚 摩拉大 伯帕列 哈萨 书亚 别 是巴 和蜀别 是巴的乡村 喜格拉 米格拿 和蜀米格拿 的乡村 安林门 索拉 叶末 撒罗亚 亚赌兰 和蜀这两处 的村庄 拉吉和蜀拉吉 的田地 亚西家 和蜀亚西家 的乡村 他们所住的地方 是从别 是巴直到 新嫩谷 边亚敏人 从家巴起 住在密摩 亚亚 伯特利 和蜀伯特利 的乡村 亚拿图 罗伯 亚南亚 夏索 拉玛 吉他因 哈蒂 西边 西边 尼巴拉 罗德 阿罗 匠人之谷 利未人中 有几班 曾住在 由大地 归于汴亚敏的 尼西米纪 第十二章 同着 撒拉铁的儿子 索罗巴伯 和耶稣亚 回来的祭司 与利未人 记在下面 祭司是 西来亚 耶利米 以斯拉 亚玛利亚 马洛 哈托 释迦尼 利红 米利末 伊朵 晋顿 亚比亚 米亚米 玛迪亚 比加 是玛雅 约亚利 耶大亚 撒路 亚木 希勒家 耶大亚 这些人 在耶稣亚的时候 做祭司长 和他们弟兄的首领 利未人 是耶稣亚 宾内 贾灭 士利比 犹大 马他尼 这马他尼 和他的弟兄 管理称谢的是 他们的弟兄巴布加 和乌尼赵自己的班次 与他们相对 耶稣亚生 约亚金 约亚金生 以利亚时 以利亚时生 耶和耶大 耶和耶大生 约拿丹 约拿丹生 亚度亚 在约亚金的时候 祭司座族长的 西来亚族 有米拉亚 耶利米族 有哈拿尼亚 以斯拉族有米苏兰 亚马利亚族 有约哈南 米利谷族有约拿丹 是巴尼族有约瑟 哈林族有亚拿 米拉约族有希勒凯 伊多族有撒加利亚 金顿族有米苏兰 亚比亚族有希基利 米拿民族某 摩亚底族有皮勒泰 比加族有沙姆亚 沈玛亚族有约拿丹 约亚利族有马特乃 耶大亚族有乌西 撒来族有加莱 亚穆族有希勃 希勒加族有哈沙比亚 耶大亚族有拿坦业 至于利未人 当以利亚时 耶和耶大 约哈南 亚度亚的时候 他们的族常记在册上 波斯王大流逝在位的时候 做族常的祭司也记在册上 利未子孙做族常的记在历史上 直到以利亚时的儿子约哈南的时候 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亚 士利比 贾灭的儿子耶稣亚 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 照着神的人大卫的命令 一般对着一般的赞美称谢 马塔尼 巴布加 俄巴底亚 米苏兰 达门 亚古是守门的 就是在门槛那里守门 这都是在约撒达的孙子 耶稣亚的儿子约亚金 和省长尼西米 并记斯文是以斯拉的时候 有执任的 耶路撒冷城强告城的时候 众民就把各处的立位人 招到耶路撒冷 要称谢 歌唱 敲拨 鼓塞 弹琴 欢欢喜喜地行告城之里 歌唱的人 从耶路撒冷周围的平原 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吉甲聚集 又从加巴和亚斯玛福的田地聚集 因为歌唱的人 在耶路撒冷四位为自己立了村庄 祭司和立位人就洁净自己 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 我带尤大的首领上城 使称谢的人分位两大队 排列而行 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 向粪场门行走 在他们后头的 有和沙雅与尤大首领的一半 又有亚撒利亚 以斯拉 米苏兰 尤大 变雅敏 是玛雅 耶利米 还有些吹号之祭司的子孙 约拿丹的儿子撒加利亚 约拿丹是是玛雅的儿子 是玛雅是玛他尼的儿子 玛他尼是米盖亚的儿子 米盖亚是撒克的儿子 撒克是亚撒的儿子 又有撒加利亚的弟兄 是玛雅 亚撒利 米拉来 吉拉来 玛艾 拿坦耶 犹大 哈拿尼 都拿着神的人大卫的乐器 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 他们在全门对面 从大卫城的台阶随 帝氏而上 在大卫宫殿以上 执行到朝东的水门 另一对撑谢的人 要与那一对相对而行 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 在城墙上过了炉楼 直到宽墙 又过了以法连门 古门 渔门 哈南夜楼 哈米亚楼 直到阳门 就在囚门站住 于是 这两对撑谢的人 连我和官长的一半 站在神的殿里 还有祭司以利亚金 马西亚 米拿民 米盖亚 以利约乃 撒加利亚 哈南尼亚 吹号 又有马西亚 士玛亚 以利亚撒 乌西 约哈南 马基亚 以兰 和以歇奏乐 歌唱的就大声歌唱 伊斯拉西亚 管理他们 那日 众人献大祭而欢乐 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 连父女带孩童也都欢乐 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 听到远处 那时 派人管理库房 将所供的祭 初熟之物 和索取的十分之一 就是按个城田地 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 和立位人的分 都收在里头 由大因祭司和立位人 共职 就欢乐了 祭司立位人遵守 神所吩咐的 并守洁净的礼 歌唱的 守门的 照着大卫和他儿子 索罗门的命令 也如此行 古时 在大卫和亚萨的日子 有歌唱的灵场 并有赞美称谢 神的诗歌 当索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 守门的 每日所当得的分供给他们 又给立位人圣物 立位人又分别圣物给亚伦的子孙 尼西米记 第十三章 当日 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 遇见书上写著说 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 神的会 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 以色列人 且顾了巴兰咒诅他们 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 便为祝福 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 就从以色列与一切贤杂之众绝交 先是蒙派管理我们 神殿中库房的祭司 以利亚时与多比亚结信 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 就是从前收存宿祭 乳香 器免 和受吩咐供给立位人 歌唱的 守门的五谷 辛酒 和油的十分之一 并收存祭司共济的屋子 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 因为巴比伦王亚达学习32年 我回到王那里 过了多日 我向王告假 我来到耶路撒冷 就知道以利亚十位多比亚在 神殿的院内 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 我甚恼怒 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 从屋里都抛出去 吩咐人洁净这屋子 便将神殿的器皿和素季 乳香又搬进去 我建立为人所当得的分无人 供给他们 甚至供职的立位人 与歌唱的聚个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 我就斥责观常说 为何离弃神的殿呢 我便招聚立位人 使他们照旧公职 由大众人就把五谷 辛酒 和油的十分之一 送入库房 我派祭司是利米亚 文是撒都 合力为人皮大雅 做库官管理库房 副官是哈南 哈南是撒克的儿子 撒克是马他尼的儿子 这些人都是忠信的 他们的职份 是将所供给的 分给他们的弟兄 我的 神啊 求你因这事纪念我 不要涂抹我为 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 所行的善 那些日子 我在尤大见 有人在安息日 踹酒炸 搬运和捆驼在驴上 有把酒 葡萄 无花果 和各样的担子 在安息日 担入耶路撒冷 我就在他们 卖食物的那日 警戒他们 又有推罗人 住在耶路撒冷 他们把鱼 和各样货物运进来 在安息日 卖给尤大人 我就斥责尤大的贵族说 你们怎么行这恶事 犯了安息日呢 从前你们列祖 岂不是这样行 以致我们 神使一切灾祸 临到我们和这城吗 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 使愤怒月发临到以色列 在安息日的前一日 耶路撒冷城门 才有黑影的时候 我就吩咐人 降门关锁 嘱咐他们 不过安息日 不准开放 我又派我几个仆人 在城门 免得有人 在安息日 单身摩担子进城 于是 商人和贩卖 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 在耶路撒冷城外 我就警戒他们说 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 若再这样 我必下手拿办你们 从此以后 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 我吩咐立位人 洁净自己 来守城门 使安息日未胜 我的神啊 求你因这事纪念我 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 那些日子 我也见犹太人 娶了亚士图 亚门 摩亚的女子为妻 他们的儿女说话 一半是亚士图的话 不会说犹太的话 所说的是 照着各族的方言 我就斥责他们 咒诅他们 打了他们几个人 拔下他们的头发 叫他们指着 神起誓 必不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外邦人的儿子 也不为自己和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我又说 以色列王所罗门 不是在这样的世上犯罪吗 在多国中 并没有一王像他 且蒙他 神所爱 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 然而 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 如此 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 娶外邦女子 干犯我们的 神呢 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 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 是和伦人 撑巴拉的女婿 我就从我这里 把他赶出去 我的 神啊 求你纪念他们的罪 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 违背你与祭司立为人所立的约 这样 我洁净他们 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 派定祭司和立为人的班次 使他们各尽其职 我又派百姓 按定期献柴和出赎的土产 我的 神啊 求你纪念我 施恩于我 祝对我 我都会示威 好 没有 我都会来 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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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